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台北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 首先带你来看 今年的台北国际美食节 特别推出了汉普 保嘉年华市集 台北美食院与台北餐厅周 三大系列活动 台北市副市长林一华 在现场了解 五酒精业者如何推广自家产品 这里是年度餐饮盛会 风味文化年会论坛 从线下百货及街边店 与线上外送等各个案例 多面向的对谈探索 在餐饮面进行创新 持续往最强之路迈进 也为台北市今年首度推出的台北餐厅周揭开序幕 今天这个风味文化年会论坛 但是为了台北餐厅周的一个算是一个起始点 今年我们第一次台北市政府跟民间来合办台北餐厅周 会从9月23号到10月20号开始 维持一段时间 大家都知道美食绝对是台北市面向国际的一个很重要的名片 我们除了有非常棒的夜市 事实上我们的餐饮 我们的美食已经是达到一个全世界都知道 已经是一个不管是在你味觉上的艺术或视觉上的艺术 所以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一个台北餐厅周 让大家更了解台北的整个的餐饮文化 那能够成为大家来到台北市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包括说说旅游之外 很重要能够来享受我们台北市非常特殊的一环 副市长林华表示 纽约市有相当盛名的餐厅周 他希望在公司协力下 也能把台北餐厅周打造成为台北市的重要品牌 纽约比如当有名的什么周 所以Restment Week 就我们的所谓的餐厅周 那我们也希望在台北 能够有所谓的台北的餐厅周 所以呢最近为这样子要谢谢高闯就找到我们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棒 因为台北市其实民间的热力很强 然后呢动力很棒 所以呢我们就找到了我们的Flaver 我们这个风格美食指南 从虽然我们从2040开始就献上了所谓的餐厅周 但从去年开始就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转变 所以我们觉得怎样来作为公司协力 公司合作台北的餐厅周 也能够办得永生有色 所以这就是一个让大家很高兴的一个起点 就是呢我们民间开始在做 但把政府的力量也加入起来 然后让我们民间的力量 就可以更加的红薄 也让这个餐厅周 未来呢 不论成为台北市很重要的一个品牌 所以我想我们要共同来努力这件事情 台北市商业处方面表示 台北餐厅周集结台北市百间高品质餐厅 包括连锁餐厅 各式异国料理 饭店体系 米其林推荐餐厅和景观餐厅都名列其中 民众在线上领取数位护照 即可享有合作餐厅提供的1200元优惠套餐 欢迎民众上台北餐厅周活动网站 用超优惠价格体验台北市餐饮文化与美食风味 记者张继腾台北报道 为了让单身的朋友在忙碌的生活中密寻幸福 台北市大同区公所与台北下海城隍庙 合伴爱情与你相约大道成单身联谊活动 让参加者感受到满满的幸福氛围 活动当日更有救队速配成功 为了让更多单身朋友扩大交友圈 在忙碌的生活中寻觅幸福 大同区公所与台北下海城隍庙 合伴爱情与你相约大道成单身联谊活动 精心安排丰富游城与体验活动 搭乘爱之船欣赏河岸风光 在浪漫的氛围中放松身心 增进彼此互动 并且走访贵德街古迹老屋 与迪化街爱情产业练店家 以及去台北下海城隍庙 拜月老千鸿县赐良园 最后到T-Fashion时尚基地 进行联谊传话筒以及体验手作植物扩香时 让参加者感受满满幸福氛围 参加我们的活动 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部分呢 我最喜欢的是这个爱之船的部分 我可以搭着这个活动提供的游品 然后享受这个海上的风光 那我也可以认识很多女性的朋友 那如果大同区公所未来有在举办类似的活动 你会推荐给你的亲朋好友 邀请他们来参加吗 另外我在工作上 其实我能够认识更多人的机会是很少的 所以我很推荐假如可以来参加这样的活动 这中间的话就是前面有一些的树板 然后到这个时候 我们就是会先在图纸上面拍自己想要的相机 然后到搅拌那个树膏碗 然后自己拍板到最后的那个成品 我发现是比自己想要做起来成为她漂亮 玫瑰的花语是一键桌起 单身联营活动总共有40位未婚男女报名参加 参加者可获得植物扩香食 大道成码头货柜市集 爱情甜蜜蜜 电子票券等丰富好礼 让参加的朋友们能够感受满满幸福氛围 也借此宣传迪化街爱情产业增加商圈的曝光度 那我们今年我们大洪区公所 为了因应我们暖婚以及肯定不婚的这些趋势 那我们在我们的大洪城边本名单身礼物的服装 那今年度我们一样是结合我们的船公司 大洪城的行程 让我们参加的朋友们可以从不同的景观 不同的方向来看我们大洪城的这些河岸观光 那也带领大家走到我们的大洪城的街区 那透过我们走读的达兰老师的讲解 让我们参加的朋友们可以认识到我们大洪城百年的历史 那最后我们也到了我们的下海春晚廟 那希望透过月老的加持祝福 让我们这些参加活动的男女可以结成年龄 那我们也最后会带领我们的朋友们到我们的T-Tention 就是我们永乐广场四楼的场地 然后与我们在地的店家来结合 那所做我们的扩香食 那希望透过我们活动的方式 然后让我们彼此之间能够拉进去 那最后我们真的也很希望就是 有缘的这些参加的朋友 可以持续的透过我们不管是之后我们的一些活动 希望能够让彼此能够持续的联络 然后让我们的姻缘可以持续的下去 在台北辖海月老加持下 活动当天总共有九对素配成功 一年内结婚者还可以再获得区长祝贺红包 祝福参加的单身市民朋友们 快快脱单立马找到幸福 记者离席会台北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林叶宝玉署与慈心基金会 走入花莲县着西乡着新春六年多来 与布农族人 携手重拾三十多种古老的豆类古物 在家庭菜园来栽种 透过举办比桑拉返 布农礼山的特展 介绍与宝传部落的智慧 走进比桑拉返布农礼山特展 承载着每位布农族人种植的故事 菜园里的农作物生物环境素材一意呈现 记录着仙人传承下来的能量 透明冠礼保存着代代流存或交换而来的种子 带出礼山生活的样貌 林业与自然保育署 吸收磁心有机农业发展基金会 和布农族人合作举办特展 呈现部落传统家庭菜园中 长辈长时间与自然环境互动 所累积的丰富传统职会 所以在这个发起 我们在107年的时候 其实在南安这个地方 它是有黑熊分布的一个区域范围 在南安清水佐乐三个部落的这些田区里面 我们发现了真的为数非常多 算南花莲为数最多的所谓一种红皮酥的洞 那个鱼类叫做橘池寺细祭 那我们很惊讶为什么在这个地方 其实这橘池寺细祭不是很怎么保育类野生动物 可是它就是因为我们人为的那个农耕行为改变 跟我们的那个建设 让这些在传统的溪流 或者应该出现的地方渐渐消失 而我们以前在这边都没有发现 后来经过这个盘点之后 我们在绿网的跟我们整个农村的盘点之后 发现这里有为数很多的这样的橘池寺细祭 后来我们去仔细的看一下 原来是因为透过部落族人们 他们去做这样的一个那个农耕 传统的农耕行为 而所生下的那个生态沟 还有他们这些的田区里面 居然保留了大量的这些鱼类 所以我们非常惊讶 原来他们做的事情 间接在做生物对象性的一个保育和维护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所以我们在承接那个署长的祖父 那时候祖父 我们就积极投入南安的这个合作 所以我们除了去做这些举止施细祭的调查之外 我们还跟慈兴基金会 跟布农族们一起来合作 就建立了这样一个布农痘痘班 那以那个永续发展的这个展开这样的布农礼商的计划 所以这一路走来 其实我很感谢很多人的帮忙 不管是各单位机关或者是NGO团体 或者是甚至很多关心这边的人的这些帮忙 但是我真的要最感谢的是我们这些 就是那个我们布农族的这些族人 因为为什么 他们的传统智慧 他们在这边传统所做的这样相关的事情 是跟那个长期跟自然环境所互动所累积下来的 棲地管理智慧 这棲地管理智慧 才能够保留下这样的一个生物对象性 才能够让我们看到 原来人跟在跟那个自然和谐共处 能够这么的和谐 那我们原来以为说南安就只有水道需要辅导 后来水者进入越多 后来得到花园分数的支持 才看到说 其实布农的传统智慧 真的是不是我们能够理解的 我们原来以我们所懂的东西太少了 那他们的文化 他们的传统 他们的智慧 如果这样形容 就像世界民话跟世界民趣 他可能可以被因为抖善的保存 或是大家传唱会一直留着 可是我们看到部落的这么好的文化 跟他们的农耕智慧 却可能在他们这一代 乃至下一代可能就有流失了 所以非常非常的可惜 就是看到这件事情的价值 因为这么珍贵的人类的龟宝跟遗产 如果不能够被好好的去保存的话 我觉得是应该是全人类共同的责任 所以慈欣很有幸 得到法令分数的支持 来投入这样的工作 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 能够到这个台北 参加我们 比赛拉班的成果场 对 活动 这个是我们古龙祖先有给我们的智慧 到现在我们一直都要转整下去 把我们的小孩子也是跟我们学习种种种菜 那个豆类什么 因为我们的那个豆 种下去都不放那个化肥 不放那个什么 也不打药 这个豆自己很健康 种种小孩子都这么做豆 我们在上上 以前老人家在上上就说 他们先改根 他們以前是先改一個 然後把那個茶澡給它燒 燒了以後 它就變成那個地就有肥料了 那個就有肥氣肥了嘛 他們就播種小米 但是播種小米以後 他周邊他們種那個南瓜 那些豆類啊 那個豆類 那些會把樹的豆類 那種叫什麼 葡萄斑 葡萄斑 這些豆啊那些他們有把樹嘛 但是種在樹豆 那個樹豆下面它會把上去 但是有不要帶高 帶高的話會載不到 也可以放在那個大絲豆那邊 也讓它把上去 然後 中間因為我們那個 我們那個 散步地嘛 今天都是散步地 散步地 做得很寬嘛 中間老人家很聰明 老人家他們的石頭 把它騎起來 騎好以後 他們 挖柄 挖個平台 等於挖平台就說 他們也是很重視誰都保持 為什麼我們的那個 那個小米那些啊 往下帶好一點的話 會被種刷 對不對 他會被種刷 所以他如果平台 平台那個地方那些 我們都做豆豆啊 那個 種菜啊 都可以像說那個 那個 那個 切菜 切菜那個我們都做酸菜那個 對 他們都做那個菜 所以說我們以前 都不買菜 都是肯臟上的 林業保育署與慈心基金會 陪伴花蓮 佐西鄉 佐青村布農族人 陸續盤點紀錄三十多種 古老豆類與古物品種 並成立布農豆豆斑 透過食農活動與接待遊城 保全火化布農在地傳統智慧 今天因為氣候變遷 或者是其他的這種 病蟲害的這個因素 那造成這種糧食飢荒的時候 那這種 部落菜園的維持 它其實就是 這個部落能夠度過這種 衝擊的 這個就叫做社區的韌性 那 它不但是提高了這種社區的韌性 而且 這些古老的品種 它幫我們保存了 生物多樣性裡面的 不管是物種 還是遺傳的這個多樣性 這是非常珍貴的人類的資產 那 其實也不只是布農部落 還有今天吳雪岳老師也在做 我想阿美族的這個菜園 每個人傳統家裡周邊都會有這個菜園 那當然是以野菜為主 其實也是同樣的這種傳統智慧 不只是 剛剛大家也提到 也聽到 不只是這些作物的品系 的種植 它還有包含這樣水土保持的這種智慧 還有跟這種 生物多樣性可以共生共榮 這個都是非常值得我們學習 展覽為期兩週到9月20號 歡迎民眾參觀 展覽在台北結束後 也會回到花蓮著西鄉部落 搭配走毒遊城 帶領大家透過三條不同主題路線 走入地景現場 體驗在地風情 記者問君 台北不到 檢警專門一起假投資詐騙案 竟然意外發現這個詐騙集團 竟然將黑手伸進銀行 勾結銀行主管及李專 檢警共查獲林姓水房金主 張姓銀行主管等共17人到案 不排除有更多的銀行行員涉案 將持續進行追查 專案小組圍捕詐騙集團水房 及收鋪幹部 並當場查獲詐騙彰款 新市局日前接獲線報 有詐騙集團以假投資話術 騙取被害人下載APP 並匯款入金投資 其中有一人受騙金額高達4000萬元以上 僅僅在調查過程中發現 竟然有銀行主管涉案 協助詐騙集團成立人頭公司 申辦人頭帳戶洗錢 更掩護詐團車手順利領取账款 以投資未上市股票等話數 取信被害人 下載被灌光的APP 並匯款投資 其中某被害人 財損金額高達新台幣4000萬元 案件報請雲林地點署指揮 調查發現 詐騙集團成立人頭公司 並勾結銀行主管 申辦金融帳戶 再派遣車手 零貴提款洗錢 全案在今年4到6月 分山坡查契、聯姓、水保金主 招進銀行主管等17人到案 行事局方面進步說明 這個詐騙集團如何吸收銀行高層 進行詐騙洗錢 詐騙集團會先找遊民或失業者 等社會弱勢的族群 然後成立一人公司 那接下來呢 他會請這些人到已經被吸收的 銀行的分行 然後申辦公司帳戶 並且由銀行主管 通過該公司帳戶的核准 且提高零貴提禮的額度 那接下來等前面的工具都備息後 詐騙集團會開始以高額獲利 等出境理由誘騙被害人 會款到該指定的帳戶 那最後呢 當該不法獲利了 會到公司帳戶以後呢 銀行內的幹部 他會提高額度 然後解除封控不予審核 就是他不會審核提禮人的方式 來放任車手零貴提禮 該被害人的巨額管槍 警方已經將零姓水房金主 及張姓銀行主管等17人 依違反刑法詐欺罪 組織犯罪防治條例 洗錢防治法及銀行法等罪 移送地檢署偵辦 刑事局方面強調 詐騙手法推陳初心 對於陌生網友分享鼓吹 投資未上市股票 甚至要求下載非官方APP等詐騙手法 一定要小心謹慎 如果借貨可疑訊息 可以直接拨打165反詐騙 諮詢專線或110報案 以免受騙上當 記者張棋騰台北報導 AMC電影台從今年元旦起正式進駐 中加寬屏有線電視系統第69頻道 為讓收視戶更深入了解 AMC電影台的運作模式 以及盡情將會推出哪些好片 我們特別專訪電影台的總監 一起來關心 我去戰爭 我沒有想要再做一次 我有七個孩子 我並不願意讓他們離開父親 好久不見的好萊塢巨星 梅爾吉伯遜 2000年的代表作《決戰時刻》 講述劇中兒子被大曲入侵的英軍所殺 因此不願再當沉默的農夫 為了守護家園加入美國獨立戰爭 經典戰爭電影這次再度搬上AMC電影台 讓觀眾回味無窮 我的父親告訴我 有多少人嗎 有多少人嗎 有多少人 一人 一人 這個人 把他帶給我 我正在這裏 為了每個人的願望 誰跟我們 為了一位男人 我會拿這位複製 經典電影不只《決戰時刻》 另一部關鍵下一秒 是九位在大螢幕現身的巨星尼可拉斯凱吉 在劇中扮演能預知並改變未來的男子 精湛演技讓觀眾透過這部神劇過足了癮 現在把槍掉了 一步接一步的好萊塢經典好片 透過中佳寬屏第69頻道 AMC電影台的播出 讓觀眾看得欲罷不能 這也是當初AMC電影台在上架有限電視後 對頻道的期許與要求 比較多以前大家可能在八九年代 比較耳熟能響的一些動作 好萊塢的動作劇情的一些電影 或者是一些 其實已經消失在螢光幕滿久的一些經典作品 我們將它們重新找出來 我們也是希望通過這樣的一個排播的方式 能夠去找回過去 大家可能每個週末在家裡面 守著電視等待的電影首播 或者直播的那樣的一個興奮感 來自美國有線電視全經典電影台 AMC頻道 早在2015年時就引進台灣 當年播放的美國影集 像是《殷失錄》與《絕命讀詩》等 至今還是讓觀眾津津樂道 如今隨著時代變遷 因數位串流時代的來臨 AMC電影台持續在節目內容 進行規劃與調整 除了有歐美的電影之外 其實我們也都不排視 像是台灣或者是其他亞洲地區的一些電影的作品 我們其實也在過去幾年都有 特別為了整個亞洲地區的一些節目內 要做一些調整跟規劃 我是81歲的年齡 還有幾乎一億民民 我已經在辦公室了62年 我已經在辦公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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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只推出的影片劇情精彩 同時也是一般數位串流平台上 比較少能看到的 AMC電影台信心之處 還不只如此 依照收視率和觀眾反饋 每個月規劃不同的主題內容 就是希望以最高規格 推出最精彩眷勇的影片 讓觀眾欣賞 以前到現在 我們每個月都有推出自己的主題 比如說以9月份來說 9月份的主題叫開戰時刻 那開戰時刻 顧名思義就會有一些是軍事戰爭的電影 或者是一些大型的動作片 災難片 包括像是 艾爾程伯遜的決戰時刻 他像是威爾史密斯的地球過後 是比較科幻的一些經典的一些動作電影 那其實我們每個月 所以透過每個月的社長 我們是希望能夠傳達我們這個電影台的理念 跟一些想法跟觀眾交流 過去以好萊塢動作片起家的AMC電影台 雖然以往觀眾群以男性居多 但隨著今年加入中加寬評有限電視第69頻道後 擴大收視族群 將推出更多親子類型影片和劇情片 滿足各年齡層觀眾對AMC頻道的期待 我們在今年也加強了女性觀眾 可能比較新鮮的親子電影 動畫電影 我們也即將在9月份會排播 來自日本的動漫電影 那之後也會有一些美國 知名的美國影集 陸陸續就會在AMC電影台上會排 他不會停止在任何地方 以隱瞞的利益 我承諾會殺你 各國精彩影片不露階 第69台AMC電影台 上架中加寬評有限電視系統台後 承諾持續深耕台灣市場 帶來更多適合合家觀賞的好片 讓台灣觀眾享受更多高品質的節目內容 從記者綜合報導 機房及非法機上和經銷商強力查清 據查獲778台非法機上 涉嫌侵權金額超過台幣10億元 看到一則則的新聞 這些製造、輸入或銷售侵權機上和的業者 都會遭到最重可除兩年以下俗刑 給50萬元罰金 影視產業式文化輸出的軟實力 可帶動旅遊、觀光等行業發展 盜版業者行為會讓正版業者收益減損 進而減少產出優質節目的能量與資源 直接受到傷害的是文創工作者及消費者 所以請大家檢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機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機上和 內建是否下載了侵權APP 雖然台灣沒有對使用侵權機上和的民眾 有任何的罰則 但為了打造一個優質且強盛豐富的影音帝國 請民眾一起導正市場合法秩序 支持影視產業 台灣每年有上千名孩童在道路行走時發生事故 進捐基金會攜手連鎖超商 推出小黃帽交通安全公益計劃 希望簡單的口訣 急、轉、探 讓每一位家長和孩子都能學會如何 避開危險、安全回家 一起成為守護孩子的交安自由 進捐基金會與連鎖便利商店 連續五年合作小黃帽交通安全公益計劃 希望透過教育的力量 降低兒童事故發生率 這回邀請有一對兒女的藝人方智友 擔任代言人 號召社會大眾成為兒童的交通安全智友 更與小朋友一起示範 防範視野死角三口訣 希望透過簡單的口訣 讓家長和孩子都能學會如何避開危險、安全回家 急、轉、探 小玉人是專門幫助 拍個手 很厲害 其實有媽媽分享說一打二的時候 因為有時候身上還要拿東西 沒有辦法 即時的兩隻手都牽到一個 各牽一個小朋友 所以一定是大的牽小的然後再牽 所以有時候會很擔心說如果 視野死角或者是沒有看清楚的話 會造成很多交通上面的危險 我覺得這個是所有爸爸媽媽 都很在乎的一點 所以我自己帶小朋友 在行走馬路的時候一定會 時時提醒自己 也提醒小朋友就是專心走路 就是要走路要看路 然後不要埋頭看手機 或者是不專心 因為這樣危險隨時都會發生 我們自己也不可以偷看手機 沒錯沒錯 這也是提醒自己 因為其實小朋友都會學爸爸媽媽媽 所以大人要先有榜樣 他們才可以跟著一起學習 如何安全的用路 然後我自己也習慣在晚上的時候 讓小朋友穿比較亮色的衣服 就是增加他們的顯色度 這樣比較會被看見 其實因為我們家弟弟 比較頑皮一點 就是你知道小男生的活力 都非常旺盛 以下很多同溫層 對 弟弟弟 就是男生有時候 就是突然那個心血來潮 要衝刺的時候 是有點攔不住的 所以我覺得自己在 行走在道路上的時候 都會格外的更緊牽著我的兒子 這樣子 然後我也會一直提醒他說 不可以 不可以用衝的 或不可以用跑的 然後提醒他們急轉探這個口訣 在我接下這個交通 交安置友的之前 我的孩子也都會跟我講說 媽媽媽落手一定要舉手才會被看到 很棒耶 對 表示 但是表示這個教學是在現在的小孩子之中 是非常非常有影響力的 真的 立法委員林月琴也到場支持 兒童交通安全推廣活動 進捐基金會表示 台灣每年有上千名兒童 在道路行走時發生交通事故 因此結合政府企業與NGO團體三方力量 提升民眾對交通安全的重視與關注 那小房帽是非常多志工來完成我們的夢想 也就是訓練了很多志工到學校裡邊去做教導 我們的孩子怎麼去 在他的生活周遭環境當中去保護自己 那這個夢想呢 我覺得逐漸一直在擴大 從過去十個志工 然後現在一直擴大到一百多位 所以建議我們的志工夥伴也有人來 我覺得還是要代表所有的孩子們 感謝你們 能夠讓我們的每一個孩子 能夠上放學的時候 能夠真的是快快樂的上學 平平安安回到家裡 那這一套的課程裡邊 大概也是擺脫掉過去比較傳統式的 比較是系統導向的這樣子的一個規劃 過去我們都是比較被動的 用事故傷害來做回應 可是我們希望更前瞻性的 在從數據裡邊去預防 知道說到底哪一些傷害會產生 這過馬路還是在跑動的時候 是在路段中穿越 還是十字入口穿越的時候 產生的傷害 有一個很大的重要 除了志工還有一個是可以讓我們跟家長溝通 所以我們也產出了很多教材 因為始終學校老師要教 可是家長如果也能夠一起帶動的話 會是更好 一年呢就是有近千個孩子在道路當中死傷 那這樣的狀況呢就是我們仔細的分析之後 來自於孩子的一個樣態呢 主要是在於道路上面衝出跳出 甚至是他們的身形矮小 以及視野限制所造成的一個結果 那要怎麼樣解決這些道路上面的一個事故呢 當然就政府的角度要來幫我們的孩子 移除這些道路當中的障礙 那或者是要設計出好的一個道路 讓駕駛有機會有好的事據 來發現我們的孩子 那這些是政府要來努力的 那進捐這邊呢就針對孩子這樣的一個特性 去設計相關的教案跟教材 例如我們今天講的急轉探這三個口訣 就是針對我剛剛講的事故樣態來的 急就是要集中注意力 在集中注意力的部分呢就是對應孩子 容易衝出跳出衝動控制不足的一個特性 那第二個轉頭的部分呢就是來自於 孩子視野上面的一個限制 他沒有轉頭就代表沒看到 所以大家有時候在新聞事故上面會覺得 為什麼孩子好像直接跑出去撞車子 那實際上是他並沒有看到那一台車 那最後的探呢就是探頭的部分 我們要教小朋友在道路環境還未完美之前呢 要學習自我保護的一個工作 所以呢我們在這些的內容當中呢 都仔仔細細的去研究孩子的需求 設計出適合家長跟小朋友 或者是老師跟孩子共同設計 去活動的一個教案內容 那主要倚靠的也就是我們現場的這些 偉大的志工夥伴們 小黃帽志工可以進入校園呢 去幫助我們達到這些目標 為支持這次公益活動 食品業者再次洗手禁捐 推出小黃帽公益限量包零食 每買一包將捐出五元 民眾也能透過連鎖超商店铺 與APP進行零錢捐 一同支持小黃帽公益計劃 記者離聚會台北報導 第二屆紅斬杯桌球公益賽即將開跑 新以30所國小60組小選手參賽 賽事經費將捐創世基金會 86歲桌球國手莊黃岳 現身在創世基金會 與實拍國小桌球隊的選手們切磋球技 莊黃岳儘管年事高 拿起球拍的熱情從未減退 以實際行動展現運動精神 也將愛心傳遞給更多人 號召大眾關注第二屆紅斬杯桌球公益賽 10月5號、6號舉行 活動莫得的款項 將全數捐贈給創世基金會 支持植物人安養服務 希望大家有能力的人來 捐款給那個植物人 有力吃力、有錢、有錢、吃錢 請大家來保護他們 看到他們這樣真的好可憐喔 所以請大家有力的人吃力、有錢的人 我們出錢、各自行號、大家還有愛心的人 盡量來捐款給我們的創世基金會 來保護他們 創世基金會真的很棒很棒 他們這樣都很愛心 真的很好 我不會講話 謝謝 我運動的方式就是 平常你要運動 像我打桌球 打桌球是很好 對身體也很好 還有對眼睛也很好 像我現在是年齡大了 我現在是86歲了 我是20歲的時候參加第三屆亞運的 六十幾年前都是啦 我現在還是大約啦 也是還可以打一下 跟他們已經最近退休的那個國手 他們陳秋丹、張秀娟 他們都有在打球 反正我能打我就打 我就是喜歡打球 因為我十幾年 我在台灣營養上班 因為我五十幾年就沒有打球 為什麼呢 因為我是氣船 我很喜歡打球 後來不能打啦 差一點就 那個氣船一發作就不行 所以後來我就不敢打 就停 55歲就退 都沒打球啦 後來我就六十 就去年 去年他們都叫我 像我兒子也在打球嘛 我兒子常常帶我出去看球 打球 看以前的老朋友啦 好高興喔 很久很久了 幾十年的啦 我55幾歲到就沒有打 都沒有看到朋友 去年 前幾年開始我兒子也在打球 他都常常帶我出去看人家比賽 都看到那個老朋友好高興喔 所以我都隨便留打一下 就是不能太動啦 就是這樣子推推推就這樣子 這樣也是有運動就這樣子 因為現在的很多人都在打球 很好 就是希望每一位的家長 還有社會公司 還有公司行好的人 還有社區 他們都很多人都在打球 希望他們能幫助我們 創出基金機會 捐一點款 保護那個 保護他們持物的 主辦賽事業者為推廣桌球運動 並結合公益理念 透過賽事讓國人關注體育 公益服務 為弱勢群體捐助一份愛心 希望有第二屆第三屆第四屆 一直辦下去 那公益的事情公益的活動 是紅傘建設 從就是大概十年前就一直做到現在 那當然就是這個桌球的公益 那我覺得更有意義 因為不僅可以就是透過運動 可以讓這個做公益的 這件事情來拋磚引玉 那當然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能力 那只是願不願意把這個能力 分享給需要幫助的人 所以我把這個訊息告訴了我很多的好朋友 很多的同事 很多的就是親朋好友 大家一起來共襄盛舉 這一次的就是公益的桌球賽 那可以幫助到 就是我們植物人的每天的一些所需 這是紅傘建設 一點一點對社會的一點點的就是回饋 那更希望可以 更希望可以來讓更多的企業更多的人 來一起來共襄盛舉 這大概就是我今天跟大家說的 那希望這次活動 做球賽的活動 可以圓滿地開始 圓滿地進行 圓滿地結束 其實創市基金會在每一年 其實都會舉辦大大小小的活動 那這次剛好也有紅傘建設的一個創起 那希望就是能夠募集經費 然後致力於就是一個植物人的安養的部分這樣子 這個活動主要是同仁小朋友 其實他也有就是在打桌球賽的部分 那他也覺得這個活動其實是一個國民的盛事 對所以就是今年已經是第二次的發起了 那今年在我們的一個奧運賽事的部分 那其實也有發現到阿嬤她在新聞上露出 那她主要是有在講解就是桌球賽的一個部分 那其實也講得蠻好的 那我們也是透過聯繫孫子的部分 然後孫子也是非常支持這樣的一個活動 那我們就是有跟阿嬤先接洽 那接洽之後她也是非常就是 覺得參加這個活動她也很高興 那雖然一開始她覺得說 可能在被訪問的時候她有點緊張 但我覺得阿嬤今天表現得非常好 第一屆的部分主要是因為活動賽事 從早上到晚上的9點甚至到10點 那其實對於小朋友 是一個體力比較消耗的一個一天這樣子 所以這次我們把它拉成兩天 那希望小朋友能夠中間有獲得一個好好的休息 那隔天的表現能夠更好 對那其實兩屆的報名的人數其實都差不多 那希望就是也是盼各位能夠看到這樣的一個活動 桌球賽的部分 然後能夠串聯起敬備的一個目擊 創世多年來單起照顧陪伴植物人的角色 讓他們在絕望無助時找到依靠 呼籲民眾為植物人帶來更多溫暖與希望 桌球供應賽當天有愛心意賣 發票捐贈等活動 也隨時可以透過捐助專線 傳遞文情 同展平安 創世精采 記者溫君台北報導 迎接台灣高齡社會 台北市大同區健康服務中心 規劃近兩個月的熱靈課程 邀請60歲以上的長者和孫子一起參加 由陳錫煌傳統長中戲團主演陳冠林老師 教祖孫認識布袋戲 製作戲偶並演出布袋戲 阿公阿嬤們帶著孫子同台 展現學習成果也留下難忘的回憶 太難忘了 大概休閃節了 幾乎前面樹林裡面 也有鼻子休息呼叫的聲音了 唐三丈與孫悟空師徒一行人 前往西天取經 經過火雲洞遇到紅孩兒阻擾 西遊記經典橋段 這回由樂林克成的祖孫們共同演出 儘管口白動作有點深色 但賣力的演出 讓台下觀眾看得津津有味 而對於第一次上台演出的長者和小朋友來說 更是相當難得的經驗 在我分享一入策 一本一本無心不給 小時候有看布袋戲 小朋友他們小時候沒有看 那就我們來這邊學習 讓小朋友了解一下我們以前的那個遊戲 遊玩就是這種程度 讓小朋友了解那個台語的講會不會六 這一次給他們學了很多 你今天要演什麼角色 你今天要負責演什麼 書悟空 你有季老師教你怎麼演嗎 有 你今天負責什麼 什麼 沙武警 那你是第一次跟阿公一起來 來參加什麼 那感覺怎麼樣 好 像我這種年紀都接近80歲了 可是我是從來不會去接觸這一個區塊 那因為這一次這樣子來上課之後 我才發現到說沒有那麼簡單 因為像我們以前是母語是台語 可是他這個台語的話呢 跟我們平常講的話就完全不一樣 所以覺得說上面在演戲的人 真的不是簡單 不是三年五年的事情 他就告訴我們 那個男生要走的時候是怎麼走 走下去的時候是怎麼走 還有他的表情 因為老師他教得蠻詳細的 他會教你那個布袋戲 那個藕要怎麼使用 以前完全不知道的東西 現在真的學了很多 那怎麼會特別想要說帶孫子一起來體驗 因為他們可能以前也沒接觸過這個 怎麼會想要特別帶他們來體驗 我是剛好在一個里長跟林長的開會的時候 他們去推廣的 那我就因為那一次聽到 所以才報名 就想說讓他藏心一下 因為以前電視上他也沒看過啊 所以就想說有這個機會就讓他過來看看 還好他學得蠻開心的 希望下次還有機會 能夠學到更多的台灣的以前的 能讓小朋友懷舊一點的那個東西 我覺得就是這次表演 然後我覺得很開心 然後我學到各式各樣的台灣的布袋戲 我喜歡畫畫 然後剛好又遇到可以畫布袋戲的部分的時候 我就很開心 大同區健康服務中心 結合大同區在地特色 安排一系列與布袋戲有關的課程 邀請陳錫煌傳統掌中劇團主演陳冠玲老師 交長者與小朋友 從認識布袋戲製作戲偶 到登台演出布袋戲 每一次的課程大家都玩得很開心 基本上因為這些學生 這些阿公阿嬤或是帶這些孫來 他們其實從布袋戲 可能不要看過布袋戲 但是他們不要親自上這個舞台去體驗 所以今天是成果發表 所以你看他們現在又很緊張在白練 很認真在白練 因為我們平常都是在桌上做練習 但是我也跟他們說 上了舞台去在舞台上 我們要說口袋 要說台詞 還要聽阿嬤 他是非常需要時間訓練的 這些學員他們也非常認真 很認真的 已經盡量在顛現 他這兩國位所學的聲證 但是當然還有很多進步的空間 但是已經跟起立舞台上 已經很不簡單 有的小朋友是 我們不說不要的不要的 我不要演不要演 到最後那邊是 老師換我了沒換我了沒 要上去表演了這樣 其實這是一種進步啦 我也算半個公聲 就像你講 這是你可能這四人 頭一次半個半個半個 也是最初一回 因為未來有這個機會 要去這個舞台上 其實不是那麼有這種機會的 所以要趁這個時間 趁這個機會 好好把握 所以各位學員非常認真的 在做排練 在做演出這樣 年齡層差距滿大的 有阿公阿嬤 阿嬤小朋友 第一是議員的問題 就是 但是要說台語 還是要說國語 說台語 阿公阿嬤聽 小朋友 有的都聽不懂你在說什麼 但說國語的時候 我們有當時在伯伯 有些台詞 還是什麼 其實說台語比較有趣 說台語比較有趣 所以這個小朋友 真真都看有的 雖然平常不會講台語 但是他用著音把它寫成 寫成台語這樣 這樣念 雖然念起來有點鄉鋼Q啦 但是 沒關係 他們既然肯認真的 其實都要給這些小朋友 來肯定這樣 那我們希望就是說 在這個暑期的期間呢 能夠讓我們的長者 跟我們的小朋友 可以一起出席 然後可以讓我們的長者 回憶到他們小時候的 這個長中系 布袋系的這個活動 那也讓現在小朋友了解 什麼是布袋系 那藉由這個世代的這個活動 能夠讓我們世代可以共用 那也希望說在這一個熟期的期間啊 小朋友跟家長可以有更多的互動 將近兩個月的布袋系課程 從製作戲偶到參與演出 都讓祖孫們留下難忘的回憶 大同區健康服務中心 也期盼透過勒林課程 豐富銀法生活 促進世代共融 記者李錫會台北報導 看到一則則的新聞 這些製造、輸入或銷售 侵權機上核的業者 都會遭到最重可除兩年以下 徒刑和50萬元罰金 影視產業式文化輸出的軟實力 可帶動旅遊、觀光等行業發展 盜版業者行為 會讓正版業者收益減損 進而減少產出優質節目的能量與資源 直接受到傷害的是文創工作者及消費者 所以請大家檢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機上核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機上核 內建是否下載了侵權APP 雖然台灣沒有對使用侵權機上核的民眾 有任何的罰則 但為了打造一個優質且強盛豐富的影音帝國 請民眾一起導正市場合法秩序 支持影視產業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中家集中新聞 我是蔡小君 新聞一開始首先帶你來看 最近很夯的恐龍AR生態園區 從市營運來人潮不斷 市長謝國良宣布將延長市營運的時間 畫面中可以看到 假日的基隆恐龍AR生態園區 人潮滿滿 許多親子家庭都來體驗 顯示這樣的一個創新營運 的確成功吸引了許多遊客 基隆市長謝國良表示 原本預定市營運到9月27號 為了疏解人潮 特別協調將市營運期間 延長到10月31號 讓更多有興趣的遊客 可以到草禁公園來體驗 基隆的侏羅紀公園 我們基隆的這個AR的恐龍園區 其實大家都了解 在這個這一次 在這個幾個週末 已經是可以說是家貧如潮 那這個人滿這個非常非常的熱鬧 所以因此我們本府宣布 對於這個原本市營運 直到9月28號的一個市營運時期 我們要把它再來延長 再延長一個月左右 所以新的市營運期 這個會延到10月31號 那主要原因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就擠在 大家認為說就是只有9月的這幾個週末 能夠過來 所以這個週末我們預計是一個高峰 所以我不是說大家這個週末不要來 我的意思是說9月份跟10月份的週末 大家都可以來 請大家不一定一定要擠著 在這個週末或下個週末一定過來 我們會把市營運的時間來延長 另外我明天也會親自帶領幾位局處首長 來拜訪海科館來討論如何把這個地方 來增加它更好的一個規劃 包括說這個接駁等等 因為這個平浪橋 事實上如果很多車子一進去出不來卡住了 那所以我們也需要更多更完整的一個交為的計畫 從營運到現在大概經過兩個週末 那跟各位報告一下 其實在我們的那個AR的下載數 那在8月30號9月6號 我們總共4188次 但是在第二週的時候 9月7號到9月13號 已經累積可以到達快7000次了 那其實那個成長的幅度是真的還蠻多的 那另外就是有關於海科館的這個 這個票價的門票的收入部分 他們假日假日我們有去問一下海科館的同仁 那假日大概平均收入在20萬 不過9月7號門票的收入就有達到37萬 那其實成長的大概近8成左右 對那另外就是有關於貨櫃市期的攤商 那他過往的假日大概是6000塊到1萬塊 每一天的營收 但是9月7號光是營收就有達到3萬 3萬元這只是單一攤商 那其實我們可能還有像外面的一些這些餐廳 我們都還沒有去做詢問 那我相信這一波的人流帶動 確實有帶動也呼籲之前市長一直想要振興朝進的這個方案 都有帶動到周家的周邊的一些環境 另外就是業者也有跟我們講說 未來包含周遭的飯店 也要可能打造這個所謂的恐龍的房間 或者是還有像周遭的旅行社 還有旅行社 11加12加旅行社 未來都會跟他們來洽談 希望可以把這個Air恐龍公園 都可以納入到他們的行程之中 有很多的市民朋友都有在問 就是說這個到底我們的基隆市民 會不會有些優惠啊 會不會有些優惠 那我想在營運區結束後 來我們請這個 這個 品鈔這邊拿一下 就是我們基隆市民是有優惠的 基隆市民或者是在基隆念書的學生 包括海大你是外地戶籍 但在基隆念書的學生 包括從幼啊等等 我們的平日是150 那假日的時候是200 那外縣市的朋友 就收費會稍微比較高一點點 外縣市朋友我們平日收400元 然後呢假日收450 那大家都可以感受到 身為基隆市民是越來越幸福這樣子 那所以我們會繼續的努力 把這個 AR的恐龍園區做得更好 市長謝果朗強調努力市政工作 是他們目前最重要的重點 結合創意與行動力 來活化潮境公園 吸引遊客到訪 期盼能夠振興潮境地區的觀光 帶動當地的觀光消費產值 記者黃瑞生陳淑平基隆報道 有民眾反映 機車停在愛六路旗樓及路邊 都會被開罰單 議長同資會也邀請相關單位會刊 解決問題 有民眾及住戶向仁愛區和民里長反映 機車停在愛六路旗樓以及路邊 近半年來都會被開罰單 甚至停在路邊被開罰單的理由是因為 停在人行道上 讓大家很傻眼 這邊之前有停機車也被開過的 他開的是說人行道 那你看這邊的人行道 有像人行道嗎 有路燈還有花盆 這邊像人能走的嗎 而其實愛六路所謂的路邊或是人行道 交通相關單位正式名稱叫做路間 因此當地和民里里長陳建平 向基隆市議會議長同子委陳情 議長邀請市政府公務處交通處以及區公所等 相關單位人員現場會刊 決定短期內也就是三個禮拜後 由市政府相關單位先重新刨鋪愛六路兩邊路間 原有破裂的地磚區改鋪上駁油 再劃上機車停車格和汽車卸貨區 也讓機車退出騎樓避免再有民眾受罰 這個照里長的需求跟要求 我們希望公務處先把我們這個 路間的部分 路邊的部分 先把這個鋪面修改 修補 讓我們這個機車格直接劃上去 讓店家 商家 跟住戶 學童都有個安全的人行空間在裡面 那外一次把機車全部移出來外面 那也不影響道路的交通 然後機車格再保留一些通道 讓人行空間來解決 那把這個花圃佔用的問題可以移掉 那希望里長多溝通 那我們希望公務處在明年下水道接管完成了以後 全面性的來刨鋪 把這個變成一個非常完整的停車空間 那我覺得這樣子會比較平衡 就是第一個通行的安全 然後第二個機車也可以方便停車 我想這樣會是一個比較快速的解決辦法 議長通知委看到騎樓內滿滿的機車 影響小學生和民眾通行 甚至高低不平的騎樓 更是推著嬰兒車爸媽的噩夢 強調機車退出騎樓並且整平騎樓 就是他一再強調以人為本步行程式的主軸 所以我們這邊如果在騎樓上面停車 第一會影響到這個住戶還有學童上下學的安全問題 第一個 第二個這一段騎樓是沒有開放停車的 所以造成住戶或是店家的機車 會長期的容易被檢舉取締 雖然我長期本來就反對 我從頭到尾都反對騎樓開放停車 這個政策我認為要重新檢討 騎樓就是不應該停車 你這樣會造成民眾無所適從 目前I6路段只有在富邦銀行附近有 20個機車停車格根本不夠用 無法滿足住在I6路的住戶和民眾的需求 記者吳俊松基隆報導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聞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